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來 老李 說李 老李 說李 你開門 喂 聽得見嗎 欸 來 老李 說李 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你好 我五十來歲 北京人 但是現在在加拿大 哦 來 五十歲老北京 在加拿大的北京人 好 來 對對對 你是在加拿大工作是不是 是 多久了 20多年了 OK OK 好 來 這位在加拿大的朋友 你想說什麼 我首先看你 你一直打大球 看你那個什麼 有點困了 我想先給你提提神 我特別想問你一個問題 首先 就是你看在 我們的這個大陸這邊 有很多這個影視劇 那個就是反映 解放新中國的 就是打國民黨的 在台灣你們那邊 有沒有類似的電影電視劇 哪有 就沒有 很少 就是說 你從小有沒有看到過一些 這這 我看 800壯士 什麼那些的嗎 800壯士 那也不是打共產黨 是打共產黨嗎 800壯士 不是打 打日本鬼子 應該是 對啊 打日本鬼子 那種 你說打共產黨的劇 是不是 對對對 沒有吧 但有講什麼疊報的 什麼那些的 應該都有吧 我沒怎麼在看劇啊 不是 你小的時候那些電影 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看過就是打共產黨的 就是 沒有 我小時候看七龍珠 地球人打賽亞人 我沒有在看共產黨 好 我就是想說 這就是說明 就是我現在就是有點不明白的是 台灣他們怎麼無名化共產黨的呢 因為我確實是在網上去找了一下啊 我也沒有找著 一般來講你們都是一些言情的 就是49年以前的 就是男主角 男女主角之間戀著戀著 突然之間家裡就出事了 就動盪了 完了就走了 但是並沒有說是共產黨怎麼不好 就是你怎麼無名化共產黨的 我想聽聽 以前我們學有學你們搞文革啊 然後就做的很很不好的事啊 但是你們並沒有一些直觀的呀 你們只是說是 就是說這人不好 這人不好 但是這人怎麼不好 你們並沒有表現 比如像像我們這邊吧 比如說說國民黨不好 那就是把那個歷史他演了吧 甭管是真的是假的 他是這麼去污名化你們 那我這污名化 我不用認識污名啊 我是打個引號的 我意思說是這麼去宣傳 那你們那邊有什麼實際東西 說共產黨不好 就像影視劇上這麼說 他只說是不好 但是並沒有說是怎麼個不好 我小時候講共產黨不好 主要就講你們那個時候 搞六四有文革 然後就很沒有很集權 然後很不顧人權 然後就是把文化都毀滅了 這個中華文化的災難 什麼之類的啊 可是可是可是 可是台灣的問題的根本原因 是因為49年 老蔣把大陸給丟了對不對 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啊 否則的話不用台灣問題啊 對啊但是我小時候學你們 你們怎麼不好 我是這樣學的嘛 我意思說那台灣老百姓 怎麼不想想呢 就是說如果是中國共產黨 如果這麼不好的話 怎麼就會有了台灣問題了 你們有意思嗎 因為你們如果講件事 就是我們怎麼會輸的 是不是 對啊 就是我們是怎麼描 描述國共內戰的就對了 對啊 就是你們怎麼輸的 當然會有我們的講法了 但我記得以前怎麼講的 你們怎麼講的呢 就是好像有什麼 國民黨內其他政敵去講和談 然後一物戰機 然後美國怎麼樣 然後你們 你們的共諜 然後又去混淆什麼視聽之類的 然後主要是西安事變的時候 然後措施的良機 然後讓你們抗戰的時候 能夠什麼 七分應付 七分發展 兩分抗 兩分應付 一分抗日 然後最後才起來 那個時候蘇聯又全力支持 反正差不多就是這一塊論述了 好啦 怎樣啦 完了以後你們就信了 就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死關嘛 好啦 不是 完了以後就是你們信 因為你們不覺得這裡面有邏輯問題嗎 就是說 因為我其實啊 我就是一直想像說 你看就是你們 甭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還是現在那個柯文哲那個黨 都是一樣的 都是說要靠美國 我的意思說你們一切都是外部原因 是決定性的 你們一直是這麼想 所有的問題都是外部性原因是決定性的 而你們都是被動的 包括這次國民黨爭取柯文哲也是一樣的 都是這種 就是說 哎呀我就怎麼怎麼樣 完了就是靠著別人 完了怎麼給自己最後得利 靠著美國給自己得利 因為我看你有一個視頻 就是去他們民進黨那邊去造勢活動 就有一個五十來歲的一個中年人 說我們就得靠美國 美國不管就肯定不行 他說一切都是靠著別人 都不是自己的問題 我說你們 你們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嗎 好你看都你害我了 你問我然後就有網友噴我歷史不好 幹媽的氣死了 我歷史不好了 幹我歷史就很爛了 跟你們網友多多學習他媽的 好來你繼續講 沒有啦我在噴網友 你很好 沒有沒有我怎麼好 我跟網友比我什麼都爛 來那個你要說什麼 我還要再說第二個事情 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我如果現在我說你是漢奸 你會心裡的覺得是一種辱罵嗎 還是說你覺得無所謂 你現在說我是漢奸還是說 比如我說你是個漢奸 你會覺得你會心裡不舒服嗎 還是說覺得也無所謂 對你說我是漢奸 這怎麼了 我可能不是漢奸 但你說我是漢奸 我也不覺得 就說你為什麼說我是漢奸 那你漢奸不關心對不對 你明白我意思吧 但如果我說你是漢奸 你是不是無所謂呢 你什麼事情說我是漢奸啊 靠北啊 沒事說我是漢奸幹嘛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可能不是漢奸 明白的意思吧 或者說你就不是漢奸 或者說 但是我如果說你是漢奸 你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就好像我敢罵你 那我要搞清楚 你幹嘛說我是漢奸啊 什麼事情啊 然後我要釐清嘛 比如說我認為我是罵你 我罵你是漢奸 我就想 你不是漢奸 但我想罵你 明白意思吧 我想罵你 我說我罵你是漢奸 但是你可能並不覺得自己 就是你不覺得是一種辱罵 你明白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 你覺得我罵你 我會覺得不舒服啊 罵的漢奸 這個實在也是 我就是漢人啊 你罵我漢奸幹嘛 而且奸這個字 怎麼樣都不舒服嗎 怎麼是奸奸奸奸奸 比如說你看我在加拿大 你叫我漢中那種 我首先表面自己的正式態度啊 我首先是愛中國 如果是兩個球隊比賽 就加拿大隊和中國隊比賽 那我願意為中國隊搖起大喊 但我並不恨加拿大 我認為加拿大也算是我的第二故性 我認為加拿大也是很不錯的 所以說我並不恨 明白這意思嗎 但是如果要是你說我是漢奸 我就覺得是一種辱罵 反過來 如果你說我是個加奸 加拿大的奸系 我就覺得挺可笑的 覺得並不是一種辱罵 明白我意思嗎 我不會因此而慎重 你懂這意思嗎 OK 我想問問就是 你可能是 但是我想 我建議你可以不可以去做一個視頻 就是問你們那些台灣的那些人啊 就是那些年輕人 比如說大陸人如果說你們台灣人是個漢奸 你們會不會我覺得無所謂 我就覺得挺可笑的 就是不是生氣 明白我意思嗎 我覺得你是不是可以考慮 做一下這樣的一個 一個街坊 我思考一下吧 因為街坊有的題目 你問人也怪怪的 我思考一下好不好 對呀對呀 好好 我思考一下 其實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請問我說你是漢奸 你會開心嗎 是這樣 我肯定不開心 但如果比如說 我問台灣人嘛 對對對 你問問他們 他們會不會覺得無所謂啊 就是說明白意思嗎 還是說很難受 如果是很難受 我相信他肯定是愛中國人 反過來說 我個人感覺你們大多人可能是 尤其是年輕人可能是 我不是漢奸 但我覺得也不是一種辱罵 我估計大多人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實際上就是 這是一個核心的一個問題 因為那天我看你有一個視頻 就是跟那個蘇恆 就是那個女孩子 就知道我在說誰 你們倆做一個視頻 當時不要把我給震驚 把你給震驚 對 當時你們那個視頻大概一個小時 你們最開始的時候就談到了一句話 就是說什麼 現在就是大陸不允許我們 如果我們獨立 我們都願意啊 你們倆都是願意 尤其是蘇恆 就是你吧 本來我們也 我知道你的一個一般的政治態 就是說如果是台灣允許獨立 那我還是願意獨立的 對吧 蘇恆居然也是這樣的 因為我一直以為他是一個紅統派 沒想到他會也這麼說 我就 我當時很震驚 就說如果一邊一國和平共處 是不是 之類的 對大陸這邊說 行你們想獨立 有本事獨立 就獨立吧 我們也不管了 你們就願意獨立了 就是 就是很 台灣很多人 哪怕是我認為的紅統派 居然也是這種 這種想法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震驚 對 對 我不知道這個視頻 就是應該是在一個月以前做的 大概兩個月 他媽的 一年了吧 去年了 半年了 大半年了 對啊 沒有 有了我錄的 我怎麼不知道 靠北 大半年的了 我看的可能還要晚點 但是我就是說非常 因為我就覺得有其實啊 你 我是覺得普通人啊 確實是 楚生人 就跟汪精衛說的 汪精衛說 我不是個漢奸 我沒賣過 我不是賣過賊 因為我沒有資源可賣 所以汪精衛不認為自己是個賣過賊 他認為我是為了想要普通中國老百姓能少受點罪 所以我就給他們 就是那一套詞 對不對 所以你要講什麼了 你要講什麼了 現在 你現在要講什麼 我記得 普通老百姓你確實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資源可賣國的 對對對 但是 你往往就是說 你的言行 如果是你這個 對這個國家有利的話呢 那麼的話 就是說比如你說普通人 我加油幹 為國家出力 是一種貢獻 我沒有直接為那個國家幹 但是我為鼓勵給你叫口 這個呐喊 像魯迅說的 我並不是個革命者 但是我是個呐喊 我在旁邊搖起呐喊的 那也可以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你們台灣人 就像你剛剛說 你也知道自己是漢族 你也是漢人 可是你們不覺得 就是說把台灣分裂出去 是對國家 是對中華民族的一種不好 就是你們不認為這是一種漢奸行為 因為我個人感覺 確實是2300萬外台灣人 基本上都是漢奸 極少極少的有那種頭腦清楚的 好 你知道嗎 我基本上在其實本質上 因為你們並不覺得是為中國好 因為你是為了自己好 你為了自己好 你們不是為了這個國家去好的 你們不覺得國家好 對你們來講是真正的好 你那不意思吧 所以說我個人感覺 其實台灣的整體2300萬人 基本上全都是漢奸 哪怕是那些現在 那些就是像唐香龍 還有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郭真亮 那些所有那些 他們都說 哎呀如果是咱人不行 你不可能嗎 只是還都不可能 你明白意思嗎 並不是說不應該 而且說只是因為不可能 你何必去做 你明白什麼 是這個 所以說他都不是為了 為了站在中國的角度去看問題 全都是一種為了個人的那個角度去看問題 也不是為了台灣 你知道嗎 所以往最小的 其實本質上都是為了個人 如果為了自己好 我就更好 所以上全都是 如果在中華面上全都是漢奸型 實際上是這樣 其實你們這種漢奸型 其實往往是很不治的 因為怎麼回事 因為你改變不了自己的這個種族 實際上 你們改變不了自己的種族 因此你們不 就是說人家西方他們 他們這些這些那個什麼 他們都是為了什麼 中國不好 都是希望中國不好的 並不是說希望共產黨下台 人家是為了是 希望你們中國這些漢族 黃種人不好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人家英國和美國之間 對抗了以後不行 以後人家就可以和平的去投降 你知道嗎 就行行行你美國上明白吧 人家就不願意和平的給你們這個漢族人 就是說這個黃種種 你知道嗎 人家就是有種族思想 人家是根深蒂固的 而 你說咱們這些 反而去願意去配合他們 我覺得是很可憐的 你明白意思嗎 我就希望你們能想明白這一點 就是如果現在中國就算要你們獨立了 你們真獨立了 你們難道能脫離開大陸嗎 你能脫離開大陸的這個 對你們的這個影響 你們根本就做不到的 你說 所以說你們做的 這就是最後被逼無奈的去和平 最後 是很可憐的 你明白意思嗎 是很可憐 因為本來這個被中華最終偉大復興了 往裡說你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全都是反作用力 全都是這種 用釉軸的這種方式去做 你最後再回法國外 你不覺得一種羞愧嗎 難道 就是說這 所有的這些成績 全都跟你沒關係 而你們台灣人全都是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你們全都是在做反動力量 你們最後的話是很難受的 當然了 所以現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陸航在內的這些人還是不錯的 明白意思嗎 你不是說我們都漢奸嗎 但是我的意思 對 整體來講你們還屬於進步的 就比較沒有那麼尖的漢奸 好好好 你不是那麼 對對對 反正這意思 好好好 okok 就是漢奸也有分等級 我們是等級比較低 漢奸也是 比較等級 比較 比較低等的漢奸 我們是低等漢奸 賴清德是高等漢奸 大概這個概念 好好好 我謝謝你 好好好 好 謝謝各位大哥 謝謝你的分享 ok好好 謝謝 拜拜 再見再見 再見 嗯 好 那我該開心嗎 作為一個低等漢奸 好來 下一位 好我來謝謝這個 微信的斗內 謝謝 A匿名 好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 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 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